很多人都有代谢方面的问题 而这十几年来研究出了 原来跟我们人体的代谢总开关 是有关系的 PPAR呢 它就存在我们人体的细胞核当中 像一把锁一样 饮食跟运动可以帮我们开锁 可以让我们代谢变好 免疫调节得比较好 而且防癌 抗癌等等 那么运动是一把钥匙 饮食方面的钥匙呢 也有新研究 没错 究竟要怎么样打开这个锁 所以刚刚这个锁头 刚刚一里就要需要钥匙 那钥匙有什么呢 之前呢 就是国务院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 他们发表这个报告同时就说 那他们当然不会只告诉你 问题在哪里嘛 他刚刚就怎么解决它 他们怎么发现 他们就从300多种食物里面 去找出说 有没有哪些东西 可能真正能够启动这个机制 他们发现包括苦瓜 绿藻 红麴 稻稻蛋白跟甘草萃取物 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而且他们甚至去做了一个临床实验 就是说他把它分成两组 大概一组是50几个 一组是40几个 为期三个月的试验 那对照组也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 那实验组呢 就是吃这些萃取物 发现经过三个月之后 确实在斜脂肪的部分 斜脂肪调控上有展现的成果 你说斜脂肪 因为你会发现 从最近几年新的观念 跟我们说 胆固醇很重要 可能不是吃进来而已 重点是你身体的代谢 因为有七成的胆固醇 其实是你自己生成的 那为什么人家不会长出那么多 不好的胆固醇 你却长出那么多低密度的 不好的胆固醇 可能就跟你这个调节有关 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 这些好的蔬果 可能可以启动这个调节机制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工厂可能不太好 我们现在要让它工厂的上能提升 然后制造好的胆固醇 你不能想说 我只是不好的东西少吃而已 我可能好的东西也要多吃 让自己的身体 把它这个机制调回来 就像我们讲血糖一样 明明身体有那么多糖进来 气泡为什么呆呆的不会拿去用 把它放在血管里面 就因为它的调控出问题了 好 所以这五种东西呢 包括了像苦瓜 绿藻 红麴 大豆蛋白跟甘草 萃取物等等 我们从五种当中挑三种 来告诉大家详细介绍 第一个 当季的苦瓜一定要讲 为什么它可以活化PPAL 其实苦瓜啊 感觉好像只有吃起来很苦 人生很苦 吃苦当吃补 对 但是它真的是吃补 凯云讲 对 第一个 它的营养成分里面 它有所谓的护眼睛的 那个贝塔红萝卜素 还有叶黄素 那这两个其实也是类黄酮类的 所以它对心血管的预防 其实是有帮助的 然后还有所谓的 共二亚麻油酸 那它有一些所谓的 植酸的那个植醇的部分 对 然后它真的它是可以启动 把那个PPAR这个把它打开来 让它后面的所谓的 可能比如说我们刚提到 代谢症候群里面的 腰围的部分 它可以减少 然后那个所谓的坏的胆固醇 它可以降低 对 所以其实苦瓜 真的可以在 尤其是现在夏天 其实很多 当季 对 当季的 对 所以倒是有不同的品种 那他们发现研究里面 不同的品种 对刚刚提到的降血脂 降腰围都有帮助 只是比例上的多 好 不同的品种的帮助呢 台大医院还特别做了 一个相关研究 台大我们的同仁 这个2003年发表一篇论文 他在这个细胞株 用PPAR α 转基因过来 好 然后选了一些苦瓜 像白的啦 绿的啦 跟山苦瓜等等 还有一个珍珠苦瓜 结果每个都有用 但是最有用的呢 它是山苦瓜排第一位 就是这种山苦瓜 那第二位是绿苦瓜 第三位是珍珠苦瓜 第四位是白苦瓜 那么它对PPAR的α 跟这个γ它都可以让它 活性升高 所以我来帮他们排排队好了 所以是这样 这样 接下来才是白色的 是 这样子 感觉是吃得苦中苦 放回中心 因为它最苦 另外呢 如果它是用 乙酸 乙脂来萃取的话 它效果更好 有的不同的 好像说水萃取或怎么样 有的有差别的 也就是山苦瓜 它对于活化PPAR的活性 还更强 这把钥匙 有点像万能锁 万能钥匙那种感觉了 更棒 而且这是现代的医疗研究 过去中医点击 早就记载苦瓜了 对 其实它苦瓜 它是比较属于这种 寒性的东西 因为我们一般讲苦嘛 就是苦寒嘛 所以呢 那因为 而且它也没有毒 它一般就是对于去这些热啦 特别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非常热 其实它主要热的成分 就是刚才孙老师 特别提到的是说 这个乙酸乙脂 就是脂溶性的 那个成分的部分 那其实脂溶性成分的部分 就是类山铁类这一类的呢 其实它本身 就是它最苦的地方 而且它的结构 就有点 就是跟我们的那个 奎宁 有没有 奎宁啦 奎宁 我们以前在治马拉利亚 那其实呢 现在我们用麻酸 它这个里面 这个苦的就是这个成分 所以我们吃下去 我们是不是觉得 就是会有凉 所以 对 所以我们在夏天说 吃这个我们会凉 那主要就是有这个苦嘛 那它当然刚才在讲到说 其实它对于我们的心 它能够清这个心啊 或者是这个明目啦 所以对于我们的眼睛 对于我们这些 清心果 对 它是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会讲到说 其实它跟这个脂肪 脱脂肪这些有关系 那其实在我们实验室 我们做的是 譬如说 特别刚才在讲到 跟这个立腺体 其实我们非常多的 那些脂肪这些 如果不好的 到我们的立腺体 就会产生脂质过氧化 那就是PPL一样的 那其实像这些呢 它就是会去抑制 在立腺体所产生的 对于不好的那些脂肪 过氧化 它能够产生 其实它都会有抑制的作用 你知道脂肪一氧化 才是最要命的 怎么说啊 因为我们 大家都分说好脂肪坏脂肪 可是他们现在说 最不好的脂肪 叫做过氧化的脂肪 就是你被氧化之后 你对身体的伤害就更大了 所以怎么样 身体避免过度的 去氧化一些东西 就是这些调控机制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要加热 尽量不加热 因为我加热 氧就进去嘛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有这种过氧化 所以我们常会说 高温 加热 这些我们尽量是低 可是特别是苦瓜 其实包括它维他命C 等等这些成分 它对热很敏感 所以最好我们是能够生姿 最好是凉拌方面就对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 把苦的部分拿掉 因为它比较寒 然后再来就是 做那个沾酱的时候 有加上一些比较热性的 所以它一沾 刚好去调和它 比如说我们沾酱 一定要加油酱油 不 酱油里面 一定要加油酱 还有其他的 这样可以稍微调和一下 OK 好 所以这个苦瓜呢 尤其山苦瓜 我们刚刚说这么好 它要怎么挑三种超级食物 其中一个火化PPR 就是山苦瓜 来 雷师傅 你刚刚已经很棒啦 学了运动了 现在要来教我们料理了 教大家做料理 对 好 先告诉我们山苦瓜 怎么挑好了 那其实苦瓜 我们在挑的时候 尤其像我们这种山苦瓜 第一个 像我们这样子切开的 一个横切面来讲 有没有看到 看哪里 看这个我们的籽的部分 那这个籽的部分呢 其实呢 它如果有紧紧的 巴在我们的这一个白囊膜里面 代表它这个苦瓜呢 结实度跟脆度 还有它的那种新鲜度都比较好 这个已经有点黄黄的了 有点黄的 对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看我们所谓的那个苦瓜流 外面的那个果流的部分 那果流其实在我们台语来讲 叫苦瓜味 苦瓜味 那苦瓜味 这苦瓜味 就是不要有损伤 那不要有 譬如说有那个有凹陷 还是说有虫柱 对 这个呢 都是我们挑苦瓜的一个诀窍 可是这个苦瓜流就很难清理啊 像也有人说用那种软毛刷 要稍微帮它刷一下 对 那其实呢 我们买回去的苦瓜 因为它很难清理 是因为说呢 它外面可能都会有什么 有一些粉层啊 那有一些 譬如说有一些沙土啦 那回去的时候先把它泡个水啦 泡个水 那譬如说我们用那种软毛刷 对 再轻轻去把它做一个刷理就OK了 让它沐浴一下 然后再让它擦擦背 是… 对 是这样子 对 那我们今天呢 要做的是一个苦瓜中 那苦瓜中呢 我们今天是用我们海鲜苦瓜中 对 那海鲜苦瓜中呢 其实呢 我们当然呢 我们就是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苦瓜 再去把这个籽里面的籽呢 把它挑干净 去把它挑干净 以这两个来比的话 你看这个就是没有挑干净的 对… 那这种会有什么结果 比较苦吗 会比较苦 其实以料理上来讲的话呢 它第一个 它的口感可能不是那么好的 那第二个 它的苦味呢 可能会略为重一点 但是呢 我们今天要教大家 来如何去除我们这三苦瓜的一个苦味 除了把这边挑干净之外 还有其他的配方 对 还有一个配方 对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首先呢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锅水 这锅水呢 我们把它弄到横滚了 对 那横滚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加了这杯水呢 这杯是什么 其实是气泡水 气泡水 对 就气泡水 有点像汽水那种感觉 苏打水那种都OK 我们现在把它倒进去 我们的锅子里面 就是水加上苏打 是 那其实呢 这个锅子里面的水一定要滚 那第二个呢 我们放一点柠檬 挤柠檬进去啊 我们挤一点柠檬 我们放一点黄甜柠檬 那这个呢 其实呢 可以去除它的一个 苦瓜的这个苦涩味 如果一般家里头 用的绿柠檬也可以吗 其实绿柠檬呢 它的苦味呢 会 因为它酸味苦味 都会比较重一点 所以呢 我们不建议 我们用一点那种黄甜柠檬 稍微呢 去把它这样子浓黏一下 哇 还加满多的耶 对 我们现在把这个柠檬汁呢 整个柠檬放进去之后呢 再把这个苦瓜呢 全部把它丢进去 这就是去苦味的方法了 对 去苦味 而且呢 让我们的这一个苦瓜 我们要做苦瓜之后 对 会比较容易软化 OK 那因为像我 因为我们这个大概要烫个 有一点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已经先烫好了 我们已经烫好 那我们现在呢 开始要 开始把我们这些一些料 把它填进去了 好 首先呢 我们现在准备了一些 就是我们的一个角落的部分 那这角落呢 我们就用猪的一个细角 那这细角落呢 我们大概呢 就把它放在 把它放到我们这个锅子里面去 好 第二个呢 我们放的是这个鱼姜 鱼姜 那这个鱼姜呢 我今天用的这个是鱼姜 所以我们放一点鱼姜呢 进去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调理锅里面 好 刚刚我们提到说 苦瓜最好是生吃 我们今天除了说 把它烫熟之外 其实待会呢 雷师傅还会在最后的时候 撒上一些生的苦瓜 让它味道又能够更散发出来 是 伊莉亚 是不是苦瓜越苦越好 你刚刚说吃苦是吃补啊 其实说实在的 在那个实验上面 动物实验上 它是用那个磨成粉做成保健食品啊 但是我们有把它稍微换算成 人体就是大概要吃多少的量 那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说 大概是80克到100克 就是我们在讲的一份的蔬菜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敢吃苦的话 那确实是生吃 然后再来就是连皮带籽去吃它是最难 还带籽喔 那之前我们有一个 之前我们有一个吃法是说 如果你夏天的话 那倒是可以把它打成果汁 就是加在我们的蔬果汁里面 让它就是 就是苦味就比较没有这么重 对 然后如果你真的要烹调的话 我们建议就是低温烹调的方式 这样子 好 我们先看一下雷师傅 他现在加入了 对 我现在加入了我们一些蟹肉 我们用那个日本的那个蟹肉 然后加进去 在我们的鱼浆跟我们的角落里面 好 那可以告诉我们 包括虾跟干贝 待会你会怎么加入使用吗 那像我们现在虾仁呢 整只呢 我们就用一整只的那种虾仁呢 直接放到我们这一个面就OK了 这超高级的料理 超高级的料理 那我们现在要放的是我们干贝 那这干贝呢 我们用稍微把它切一下 因为干贝成本比较高 OK 我们自己家人吃吧 OK... 对 我们现在干贝呢 大概一切成二这样 OK 可是你看我们雷师傅 选的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还是以海鲜为主 就是相对它的脂肪含量是低的 而且你看它用的角落 它刚才其实我看了一下 它是相对比较没有 非常肥的角落 而且量很少 所以不要说我一方面说 我在吃苦瓜很健康 然后一方面给它塞很多肥肉进去 那就很低了 对 好 现在加上了胡椒盐 加上胡椒粉 胡椒粉 对 我们放一点点香油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放一点点 有机酱油 好 放一点点就好了 那我们让它有点味道 那接下来我们要放的是 我们的枸杞籽 那这枸杞籽呢 我们稍微把它泡一下水 把它软化一下 好 现在雷师傅把它做成了 一个球状 把它塞进去 那它感觉就很丰富 雷师傅 你待会是用 家里头的传统的炒菜锅 来蒸嘛 对不对 来把它蒸熟 好 那如果有人家里头 用电锅的话 传统电锅行不行 可以 也可以 对 那电锅 那需要注意什么 注意它的一个温度 时间上的掌控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看 现在还没蒸 镜头上看起来多美 多漂亮 现在就是让它感觉 像绣球花一样 真的 对 好 现在我们把它放到 炒菜锅里面去蒸 大概要蒸多久呢 大概蒸12分钟就OK了 好 我们再盖起我们的锅盖 广告之后呢 我们还要来看 现在在蒸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等它 另外还有两种的超级食物 我们要介绍的其中一个 就是红麴 另一个是甘草 为什么它们能够活化PPR呢 稍后告诉我们 有些惊喜的 为什么它们也没有 我们下腹过来